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控制不到哪个车卡 哪个门下车 所以下车的时候 站定定 稳定自己的方向 人流不是太多的时候才开始走 上个月30号火炭站发生了两宗视像人士堕鬼意外 其中一个人是香港失明人士协讯会的会员 在其中一个月台岛上他想去上大堂 透过声音去找回扶手电梯的位置 但他错误地听了对面月台岛的扶手电梯的声音 也没有意义到原来两个月台岛中间是一条路轨 他就想走去其实是位于对面月台的扶手电梯的时候 再加上车站没有幕门 所以他就不幸地都不慎地就堕鬼了 港铁在去年5月开始在罗湖洛马州 去到旺角东13个车站开展自动门安装工程 部分已经完成 而火炭站就会在今年下半年动工 失明人士协讯会希望港铁可以加快进度 由立法会议员就建议港铁 现场每日黄金两小时的维修时间 加快安装自动门 收了车之后工人要去那里预备 接着就去安装 安装到一定的程度 如果看到时间不允许的话 可能要立刻收工 如果时间可以长一点的话 我相信他们的进度还会再快一点 港铁说今年年底会完成东铁线 九个车站安装月台门的工程 预计明年会完成剩下车站的 所有工程 无线电视记者黄海澄报导 简约公屋营运开支给传统公屋告 房屋局局长何永延解释 费用除了管理费 也都包括营运周边的公共设施 三万个简约公屋单位 五年营运开支要44亿 平均每个单位每个月要1000元 在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上 有议员质疑为何高过公屋单位 始终架约公屋都是新单位来的 其实是不是需要那么多的管理费呢 如果日后将这个管理费 是不是又要可能摆下租户去承接呢 如果对他们来说压力都是很大的 我强调这个是营运费 不单单是管理 我们这个不单止将清洁保安 维修保养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提供服务的 加强而提供这些设施 其实很多都是整个社区受益的 不单单只是选择公屋居民 我们在小南那里 我们会安排一个巴士站 有四个巴士线 或者在小南前面 有一个海滨类似长廊 大家附近居民觉得 开放出来 让大家去跑步散步也是好 也有议员关注 简约公屋的组装合成组件 日后如何重用 善用资源 大致上办了95是可以重用的 宿舍物料储存室 未来大型发展的地盘办公室等等 我觉得如果你说三万个单元 用在这些方面 我相信能够吸纳的就很少 最能够吸纳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我们将来建的公屋 至于在公屋那里 我想大家明白 公屋是一些 我们在市用上 或者是居民居住的习惯上 我们是用着运营土的MIC 和简约公屋的钢结构的MIC 是会不同 他说东南亚地区对这些组件都有需求 可以考虑输出这些组件和技术 无线自己就在流传欲步道 售阶段酒素 除了食肆 酒店业的影响都不小 塑膠洗售用品等 连同津装水只能够收费提供 否则就要用酒素替代品 有酒店改为在大唐提供水机 业界认为最重要是要向旅客宣传环保目的 以免影响观感 下个星期一开始要走售 桃瓜环这间精品酒店已经做好准备 以往提供的迹气胶剩牙刷和牙膏 将会换成竹牙刷和纸包牙膏 而迹气的拖鞋 会改为可以循环使用的胶拖鞋 这些瓶装水在下个星期一开始不会再有 要饮水可以考虑自己在房内用热水煲煲水 又或者行多几步到大唐的水机浸水 酒店就相信客人会理解 主要的客人都是一些自由行的客人 甚至可能是背包客多了 通常这类的客人 他应该大部分都有准备自己的个人用品 而在那个采购的价钱里面 也都不算贵得太紧要 所以我们这个都会我们自己作为成本承担 酒店业主联会说 业界的取态普遍都是想环保 会选择替代品 而不是收钱提供塑胶用品 大部分用品要找足够的替代品有难度 如一些装牙膏 以前我们都找到一些例如纸包的 但发现原来里面涂层那方面都未必完全符合 又或者剃塑刀片 有些可能都是最近一两个月才有 所以采购的时间可能都需要一些时间 宣传方面我觉得政府仍然有很多功课要去做 尤其是在一个旅客的宣传方面 不要他们有一个错觉以为 是不是成本效益我们要开始收钱 隋英卫有希望政府在首阶段实施之后 可以继续协助密色契代用品的供应商 保持酒店服务质素 无线电视记者 现在见到 环保署署长徐浩光到三个大营连锁餐饮集团的分店视察 了解业界就新法例实施的准备情况 徐浩光说相关集团有共一千间分店 都已经转用或者已经准备好 在新法例实施的时候转用非塑胶餐具 又说有店铺分享 有见酒素快将推行 近日已经有一半的顾客选择外卖的时候不要餐具 亦都有集团计划给客人选购可以重用的不锈钢餐具 减少使用即器用品 徐浩光感谢业界的支持和配合 有信心首阶段的管制会顺利推行 因应垃圾清费计计 计划8月实施 回收设施仍然被批评不足 第一个在食環柱涵下街市设置的公众储余机即日开始启用 有市民感觉可以方便 有当反就担心会影响卫生 有议员认为长远要检讨摆放为止 厨余机围于湾仔洛克道街市门口的当眼处 隔离已经有交津回收机 附近也都有指示牌 市民自行分类出可以回收的厨余之后 用陆陆相手机应用程式里面的二维码掃描 就可以启动厨余机 顶门打开之后倒入厨余就行了 厨房派人在现场为市民讲解 但是厨余机的回收时间只是由早10点到晚上8点 市民又怎样看呢 OK的 因为每次来街市都可能早早多些 因为很多人每次都会过来买菜 可能家里出来就拿些东西出来 放入去现在都挺方便的 放在这边 应该鼓励到的 是因为人家会经过这里 人家上班抄折径 像我现在这样都会经过这条街 但是亦都有街市当犯担心影响维生 不方便 我们买食物的东西 因为始终都是比较骚髒一些 我就提议 人家来搞倒厨余的时候 就是给人一些容器 不要用那些胶袋 现场所见来用厨余机的街坊并不多 有当区区议员认为 厨佛应该加强宣传 又说过往区内相关配套较少 能够增设是好事 但是长远可以检讨摆放的位置 有没有机会可以在一些其他更靠近民居 或者是并不是在要去买菜的时候才丢 因为其实一般我们的逻辑上来说 买菜的时候正常就不会产生厨余 就是市民来说 它可能是需要在今次准备买菜的时间 就带回上一次可能在家积聚的一些厨余 拿去那个街市那里 我想这个都是一定的努力 环保署早前就说 如果试验计划反应正面 会考虑推展到其他街市 慕斯尼斯记者侧卫问不到 有时一站 稍后回来又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最新的金融行情 到瓶市工业平均指数 最新是报37707点 跌45点 标准普议500指数 报507点 跌14点 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凌敦富士100指数升29点 巴黎Kat指数升41点 德国Dex指数升67点 其他消息 海关拉了三个男女 三年间涉验利用18个空殼公司户口 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清洗18亿犯罪得益 全部获准保释 其中一个被捕人士黑暴蒙头 星期三在大波后村住宅单位被带走 海关说行动里面一共两男一类被捕 介乎42至60岁 海关在早前接获情报 发现本地一个是黑钱集团 经过资金流分析之后 发现两男一女 2021年开始开设五间公司 以及18个本地银行公司户口 报声从事手机配件 机器批发 汽车零件等贸易 但是全部没有报税 报关记录 也没有注册地址 认为是属于空殼公司 海关又发现 这些户口开户无多久 已经有大额 以上频密的交易 不少资金源自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以及超过200间本地 或者境外的公司 资金到胀之后 短时间就会转走 其中一个户口 单日交易167次 入账近4千万 海关说被捕的女人 属于上游角色 单日由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已经接收6亿的资金 再经两间找换店转走 或者转给同案两个男人 单日他一个人已经处理过9亿港元 另一个男人报称做汽车业务 他9个月内处理3亿元的款项 但跟他交易的对手 就声称从事农产品 食品和日用品 明显和被捕男人经营的公司性质不负 海关说三个人互不相识 相信背后由集团操纵 因应公司户口可以处理一些 比较高金额的交易 以及易于进行一些境外的汇款特点 他们就用一些非一般的正常商贸手法 将巨额的怀疑犯罪得益 去进行分层处理 短时间之内频密和大额转涨 海关行动里面有搜查多个住宅单位 公司和两间持牌找换店 五派除有更多人被捕 母亲的记者 留情欧报道 屯门公路昨天凌晨发生致命车祸 一架私家车失事撞驳 再撞倒龙门架支柱 车上三个人全部死亡 涉事的白色私家车 车身断开两折 散落在石膊和山坡之间 零件散落一地 龙门架的支柱都撞凹了 流有血迹 试驾车凌晨大概三点半远住屯门公路 向荃湾方向行驶 去到小南近程教柱以分宿舍对开的时候 怀疑失控 先撞向直脖 再冲前撞向龙门架支柱 25岁男司机被困救出之后当场证实不治 车上高26岁男乘客和23岁女乘客 抛出车外重伤昏迷送去屯门医院抢救 先后在凌晨4点和上周9点双重不治 警方正在调查意外原因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器报导 第一届中华文化节六月到九月举行 展示不同的表演艺术项目 文化体育及旅游国局长杨润鸿相信 可以提升市民的国民身份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里面 曾经指出 是需坚定文化历史自信 并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得到创造性的转化 创新性发展 令到文化事业日益繁荣 更加表示 需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 影响力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华文化节内容 包括中国戏曲节精选剧目 文艺组织演出等等 大部分门票星期五开始发售 杨润鸿相信 可以推动文化交流 和带动旅游等生意 达到品牌效应 内地外铺列车 设有上下床位 部分买了上层床位的旅客 中途会坐在下铺休息 但是这个做法 近日就在网上掀起争议 有律师指出 位置的使用权 仅限于买了票的乘客 在内地长途旅行 不少人都会选择 我铺列车 车里面的包装设有几个床位 以方便活动的下层比较贵 但这一类床位通常都会 比上层的旅客车来坐下 近日就传出有旅客拒绝借位之后 遵度公审 片段曝光之后引起舆论热议 有意见认为矛盾源于私人观念上的差异 和列车设施不足 内地法律专家就指出 乘客买车票就代表 拥有那个床位的使用权 其他人不可以共享 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 就是和这个乘运人 也就是铁路公司之间 是建立了合同关系 法律的层面上来讲 上部的乘客 他并没有权利直接坐在下铺上 而是需要取得使用权人 也就是下铺旅客的许可之后 他才可以坐 铁路部门也就事件回应 说现行的法例 没有规管在外铺列车床位挂上布帘 只要没有影响其他旅客 就可以用 无线电视机制 陈雪仪报道 欢迎收看世界观 巴黎奥运开幕 踏入到数100天 当地安全和交通问题 仍然备受关注 法国总统马克龙 近日说如果安全风险太高 会放弃在赛纳河上举办开幕式 改用其他后备方案 到底在这个筹备最后充斥的阶段 巴黎奥运仍然要应付什么挑战呢 巴黎奥运开幕到数100天 各个比赛场地的准备工作 亦都如火如荼 为巴黎奥运打造可以容纳 5000个观众的水上运动中心 一前揭幕 将会上演马述赛事的凡以赛公草地 已经搭建好看台等的临时设施 至于将会举办 剑击和台拳道比赛的巴黎大皇宫 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 来到这里视察翻身进度 并且感谢工作人员的努力 法国似乎红心壮志 将著名历史地标荣任奥运 展示巴黎魅力 不过即使进入开幕到数阶段 仍然存在变数 其中最受触目 将会在7月26号举行的开幕式上面 干牌运动员坐船隻由赛纳河进场 浩浩荡荡的画面可能未必会出现 马克龙日前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 如果安全风险太高 巴黎奥运开幕式有B计划和C计划 当局将会同步准备 视乎分析之后的情况 可能改在巴黎铁塔附近的特罗卡特罗广场 又或者在巴黎北部市交的国家体育场举行 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克强调 在赛纳河举行开幕式 仍然是非常有可能的选项 面对中东局势不稳 俄罗斯音乐厅上个月遭恐杂之后 法国已经将反恐安全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预计开幕当日将会部署4万5千个警员 和在奥运期间每日调派大约3万个警员戒备 法国也要求46个国家派出大约2,200个人员 包括配备武器、支援奥运保安工作 并且将开幕式观众人数由原本大约60万人 大减至大约32万人 除了露天开幕式可否按照计划举行 仍然是未知之数 巴黎的交通配套可否应付大批旅客也都成疑 奥运期间估计会有超过1,500万旅客 前往巴黎观光或观看赛事 公共交通营运商正是准备到时每日 运送60万至80万个奥运旅客 不过有分析担心巴黎铁路系统早已经接近饱和 不时出现延误 即使当局进行各类升级工程 也都可能应付不了旅客大增 令情况雪上加伤的是 多个工会不排除在奥运期间号召罢工 其中法国总工会早前提交罢工通知 给火车员工在2月初至9月初期间罢工 以为涵盖奥运和残傲 面对巴黎奥运期间对市内环境和交通可能造成的影响 住在巴黎市中心的部分人计划 到时将会逃离巴黎两个几星期 我们明天继续世界观观世界 大江我林可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黄毅展开印尼访问 分别与总统同后任总统会面 说中方坚定支持两国深化务实合作 记者黎慧宜在印尼牙加达报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访印尼 第一站是牙加达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总统府会见他 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尼巩固政治互信 坚定支持两国深化务实合作 高水平营运雅曼高铁等重大项目 深化中国东盟协作 把握东亚合作的正确方向 抵制各种制造地区分裂和对抗的行为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佐科维多多就表示 印尼希望加强和中国在经贸、粮食安全、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推动更多印尼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也都欢迎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卿业 又说愿意和中方密切合作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王毅也到访国防部 国防部长也即是后任总统普拉伯毓亲自迎接 普拉伯毓早前当选之后 首个外访行程就是到北京 王毅说 这个体现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仪 和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中方支持印尼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发挥更大作用 愿意和印尼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维护本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大局 普拉伯毓说 希望延续并且不断推动两国更高水平战略合作 又说中国一贯在国际地区事务主持公道 双方加强协调合作 必定对地区和世界稳定繁荣产生积极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刘慧宜在印尼瓦加达报导 外长王毅也和印尼外长举行双边会谈 说要高度警惕在南海搞小圈子对立行为 再由黎慧宜在印尼瓦加达报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到访外交部 和印尼外长雷特洛举行双边会谈 两个人会后一同建计者 王毅形容两国关系近年取得更大成就 关键是坚持战略事主合作共赢 两国要巩固高水平战略互信 提升政治安全合作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和黄金印尼二零性五远景深度对接 两国外长也都讨论了国际和地区局势 包括南海问题 高度警惕在本地区拼击各种小圈子 反对任何制造集团对立和阵营对抗的图谋 珍惜和维护好本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 至于加沙局势 王毅点名批评美国不尊重联合国安理会 呼吁加沙停火的决议 美方就声称 这一决议没有约束力 美方的这一言论令世人大跌眼镜 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大权心态 估计法在美国眼里 似乎只是想用就用 不想用则弃之的工具 中方支持安理会尽快讨论并接受巴勒斯坦成为美后国正式会员国 王毅又说 中方将会加强和印尼在一带一路 和扩展数字经济等新增生产力领域的协作 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 无线电视记者刘慧尔在印尼瓦加达报导 以色列战时内阁星期四再开会 讨论回应伊朗攻击的选项 美国传媒报导 以方曾经考虑今个星期一立即报复 但是因为操作问题推迟 土耳其外长飞丹 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利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巩固权力 以色列军方说 已经成功部署专为拦截长程弹道导弹 而设计的飞战三型导弹防御系统 为应对伊朗未来可能发动的攻击做好准备 在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 呼吁以方保持克制 不要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报复伊朗上星期六的攻击之制 据报以色列战时内阁计划 在星期四再召开会议 讨论回应伊朗攻击的选项 消息说大部分成员都支持反击伊朗 但未落实行动的规模和时间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雅湖此前说 以色列会自己决定是否回应 以及如何回应伊朗的攻击 印度大选星期五开始分阶段投票 近十亿的选民将会在个几月之内 决定总理莫迪能否第三度执政 很多航文调显示 73岁的莫迪有望连任 再执政多五年 印度迎来五年一度大选 争取连任的总理莫迪 近日在不同地区出席竞选活动 当地今年登记选民达到9亿6800万 占全球人口八分之一 他们会在这个星期五至六月一号 分七个阶段投票 选出印度人民院 即是下议院543个议席 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 可以组建内阁 结果将会在6月4日公布 近期文调显示 自2014年开始 两度出任总理73岁的莫迪 支持率达76% 不少民众说 他执政期间令国内经济增长 和建造印度教寺庙 都是他们支持莫迪的原因 外界预料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 将会轻松赢得大选 那个党今届大选的目标 是跟他的盟友拿下四百多个席位 而他们今次的主要对手 是曾经长期执政的国大党 印度政府在大选前作出被指示 打击反对派的行动 包括冻结国大党的竞选资金 同意受贵等罪名 先后逮捕了多个反对党领导 和地方首席部长 有分析指出 有关行动令反对党联盟前所未有禁团结 不过联盟当中大部分成员都是地区政党 至今未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执政理念 亦缺乏人气能够和莫迪匹迪的核心领导人 舆论普遍认为反对派就算联合起来出战 仍然难以对莫迪构成威胁 无线电视机者梁永山报道 印尼老昂火山爆发 当局发出海啸警报 疏散超过一万一千人 附近的机场暂时关闭 而论国马来西亚的航班也都受阻 印尼位处火山大 有120座活火山 老昂火山1871年的一次喷发 因为部分山体落入海引发海啸 造成大约400人丧生 印尼克拉克托火山2018年的喷发 亦引发海啸 造成430人丧生 受今次老昂火山喷发影响 曼亚老国际机场关闭24小时 至于邻国马来西亚 亚洲航空取消往来马来西亚东部 和汶内九间机场的航班 马来西亚航空也都取消 由首都吉隆坡广返沙巴和沙六月 两个州的十几班航班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珊报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加奥尔基耶波说 在利率上升和乌克兰和加沙战事多重夹击下 环球经济出乎意料表现强人 但仍然有很多人有 有很多人要关心 基金组织星期二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调高0.1个百分点到百分之3.2 以历史标准衡量仍然属于疲弱 加奥尔基耶娃自出 环球经济增长疲弱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生产力改善状况欠理想 又说很多国家劳动人口怒化 令经济欠缺加快增长所需的动力 美国参议院就波音飞机安全问题举行听证会 有波音工程师对波音787和777型号客机安全表示严重关切 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星期三 就波音公司安全调查结果举行听证会 波音品质工程师沙利普在会上作证的时候 重新关注波音787和777型号客机的安全问题 但他向上司反映有关问题的时候 却被威胁受识 根据萨尼普的说法 波音公司为了加快787客机组装 在重要连接点施加过大压力 而且没有妥善填补连接点的纳缝 也都有员工为了强行令777客机机身部件接口对齐 而跳上飞机组件 相关操作会危害客机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 同日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另一场听证会当中 专家小组就认为波音公司的安全文化存在缺陷 报复干扰员工的情况不可接受 又敦促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兼负责任重整民众对飞行安全的信心 波音公司没有拍人作证 但他们早前表示 已经对近700架707和777客机进行测试 并未发现安全隐患 又强调公司内部绝不容许报复行为 波音飞机近年发生多种安全事故 管理层亦都大地震 上个月底行政总裁卡尔霍欣宣布年底离任 波音旗下的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行政总裁迪尔 亦都即时退休 无线电视记者谭卫音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两度暗示 他的舅舅仪似在二战期间被四人组织了 但是有关说法和国防部纪录有出入 白宫未有回应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到访位于 奔直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战争纪念碑 他舅舅舅芬尼根的名字也刻在碑上 期间拜登向传媒提到 芬尼根是在二战驾驶军机的时候 在新机内压上空被击落 尸体下落不明 又指出当时那区有很多食人组 外界认为他似乎暗示 芬尼根是被食人组吃了 拜登之后转到匹兹堡为选举拉票的时候 再次提到芬尼根的愚难细节 不过拜登有关说法和当局记载的资料有出入 美联社引述国防部战夫及失踪人员管理档案指出 芬尼根在1944年5月遇难 当时他是军机上其中一个机员 但并不是负责驾驶 他坐的军机也不是被击落 而是因为两边引擎在低空飞行的时候故障 导致军机坠落新基内亚北部队出海域 包括芬尼根在内三个机员失踪 芬尼根的围体一直未找得回 但档案并没有资料显示 芬尼根的死和食人组有关 无线自己就在梁永山报道 中国接收美国交还的38件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 中方说会同美方建立健全的秘道文物信息通报机制 中美文物交还仪式 星期三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群 同美方代表签署协议 中方接收美国交还的38件 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 其中大部分是时代介乎原道明清时期的 中国藏传佛教文物 包括佛塔、佛像等类别 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中美两国由2009年1月 第一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 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 合共实现15批次流失文物回归中国 今次是至1月备忘录年期以来 双方成功开展的第一次文物返环合作 在北京 外交部说高度重视双方的有关合作 中方将继续履行中美相关量解备忘录 与美方建立健全 被盗文物的信息通报机制 保障文物安全 促进文明交流互建 为增进中美人们交流 和两国人民友谊 提供友谊助力 外交部又说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今次合作也都是积极落实 两国元首去年会晤 所达成旧金山园景的体现 中方有关部门将会在适当时候 安排运送回国的工作 无线自治记者谭惟恩报道